Hello 大家好 我們很多網友都會有個疑問 關於閘骨功能 我們家用的普通家用衣車都會有閘骨功能 究竟它可不可以取代傳統的閘骨車呢 還有它如果有分別的話 分別又是多大呢 今天我就和大家去看看 我們會做一些小測試 循循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速度方面 一個就是效果方面 去看看它的分別在哪裏 我們現在開始了 我準備了一塊扣布 一塊針織布 它是有彈性的 長度都是55cm 會分別用家用衣車和閘骨車 去試一下它的效果 我們首先用家用衣車車 線部我們會用SS23號 就是這個閘骨的線部 concentrating 出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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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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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针织部弹性的 其实时间和车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出来的线部你会看到 用这个杂骨车 它仍然是非常平稳的 另外它弹性部的关系 拉松它是会比较少的 但如果你说用E车 你会看到这里会有点弯 它会拉扯拉长 而线部跟刚才的扣部出来的效果都是一样 今天就简单地和大家看了两部车的分别 希望可以解答你心里的疑团 至于你说买不买杂骨车 都是很看你个人的 如果你经常都要杂骨 其实它的时间分别都有四倍 如果你经常都要用的话 可能真的值得买 如果你不是的 都很少做衣服 多数都是玩袋 小物多的话 可能真的没有这样的需要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未来会和大家 再深入一些介绍的杂骨功能 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下次再和你介绍其他东西了 拜拜